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两个 本级10月9月10日2023年游泳四青赛已经落下了屏幕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男子1500米自由游举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张展硕 今年的张展硕林颖才只有16岁 最终张展硕从第六上演了今天大力壮 在前张展硕已经为中国队掌获了四美奖牌了 张展硕的主项是自由游 由于天赋一禀 张展硕也被誉为是松阳的接班盒 今天张展硕处在第六有闹的位置 本场比赛张展硕的最担心对手就是处在第一泳道 来自日本的板齐良 后处在第四泳道来自土耳其的库泽 而本次决赛封成了两个小组典型 张展硕是第二小组出场的 比赛的时候板齐良出发反应达到了0.67秒 处在免费的还点重 而张展硕和库泽出发这无稍微迅使已经出落的位置 入水后只见板齐良开头就显得非常坏色 而张展硕则显得不欢不明的 50米结束的时候板齐良和库泽并列处在第一位 而张展硕只处在第五的位置 转身后只见板齐良开始发力了 而张展硕并不着急 只见张展硕瞬间就被耍开了 100米结束的时候板齐良处在第一位 而张展硕落后1.56秒排名下滑到第六位 接下来只见库泽开始发力了 只见库泽很快就逆转了板齐良冲到了第一位 而张展硕继续在默默无闻的 接下来只见库泽继续在凤里游得飞快 而张展硕依旧还是默默无闻的 350米结束的时候 张展硕依旧处在第六位 500米结束的时候 库泽依旧摇摇领先处在第一位 而张展硕落后6米远 依旧还是处在第六位 而板齐良也有点掉速落 接下来只见库泽将身后的对手 一下子就甩开了 而张展硕和板齐良之间的比拼 才刚刚开始 1000米结束的时候 板齐良冲到了第三位 而张展硕已经来到了第五位 接下来只见张展硕继续在破镜差距 1450米结束的时候 张展硕已经来到了第二位 而板齐良处在第三位 比赛进入最后50米的春色阶段 这个时候只见张展硕 开始展现他的超强后 增加速能力 开始过能春色 虽然板齐良也追得非常凶 但是也只是有镜无限 只见库泽率型出币 最终张展硕以15分11秒94的成绩 获得本领两名 也是总成绩的第三名 而板齐良最后只获得第四名 无缘领奖财落 虽然只是一枚铜牌 但是这也是张展硕 为中国队夺得的第五枚奖牌了 从第六到夺牌 张展硕连超四人 扇演了今天那一撞 只能说张展硕真是好样的 好了本期视频集了 则看见李玉赛事 有我大小的想法 我们下期再会